我們看第15題 在這邊的話題目給我們講說 A是正等數 然後3n-1是8n加2的音數 或者講8a加2是3n-1的倍數 然後求A是多少 在這邊的話我直接解題了 3n-1 8a加2 然後在這邊的話 解這種題目要兩個 所以你的特殊狀況是自己也是自己的音倍數 所以這時候它的第一步下來不要長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類似解題的方式 8跟3最多的公倍數是24 所以這邊乘以3 這邊乘以8 所以這個是8a加2乘以3倍 變成24a加6 3a-1乘以8倍變成24a-8 然後再來我們把右邊的位數消掉 上減下24a消掉 6-8變成14 這個意思是3a-1是14的因素 這句話 這個符號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 3a-1是10的因素 這邊解法是這樣子 既然它是14因素的話 14的因素有哪些 是不是有1、2、7、14這四個數字 那所以就變成說 3a-1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1 是不是有可能3a-1可能是2 3a-1有可能是7 所以它有四個狀況 那四個要分別解喔 如果3a-1等於1的話 是不是代表3a等於 把-1移過來變成2 所以a會等於3分之2 同樣道理的話 這邊移過去變成3a等於3 所以a會等於1 再來一樣 1過去變成3a等於4 怎麼解1會變加1 變成8 所以a會等於3分之8 再來3a等於1過去變15 所以a會等於5 好 但目前狀況之下 目前狀況之下 是不是只有 這個跟這個是符合 因為它題目有這麼說 A必須要正等數 所以3分之2是分數不是正等數 這個不行 3分之8也不行 所以答案目前符合得有1跟5 所以它目前可能的結果 有你兩個 這樣兩個都要當答案喔 所以1或5 兩個都要寫喔 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OK 第數底答案15 比如說 2 2 3